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没有办法一网打尽 我觉得主编也很辛苦的删了我很多的文字 让大家更好去阅读 可能很多段落都是比较可能 也许他觉得可有可无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一本 可以让大家方便 读得比较轻松一点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 我前两天跟何后华还在一起谈到你这本书 因为我们俩都有帮你写序 然后他就会提到说 他有一次跟你一起 就是你在工作这个书的时候 就亲眼见识到说害羞的小男 自我介绍跟别人说你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虽然很害羞 但是非常温柔而坚持的 一关一关去突破 你就来谈一谈吧 做这个书里 我是听到每次在说这个书的时候 其实都是蛮兴奋的 但是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辛苦 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要深入的了解 这个店家他的缘起 他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 到底是怎么去调配的之类 所以我会跟店家讲说 可以有一个负责人来跟我 大部分都觉得我是个骗子 真的 真的 因为可能我现在比较少上荧光幕 对不对 只是说我看起来是感觉干干净净乖乖的 可是真的还是会有人觉得 你这是真的吗 对就是有一种好像不太相信的感觉 是是是 但是当然也有人跟我对话过后 他自己很清楚说 这个人是真的 所以每次我都要提起勇气 因为我必须要 就好像因为我不认识淡水 我会希望借由这本书 然后大家跟我一样 原本不认识淡水 可以借由这本书 认识更全面的淡水 然后你可以去设计 你自己要去淡水哪个地方玩的地图 是 不要局限 然后河边走走 然后老街逛一逛吃吃东西 然后又回去了 这样子就好像很浅 只是在散步 是是是 你知道这本书真的很好用 因为我在两三个礼拜以前 那时候已经收到你这本书了 那我跟我先生到淡水去完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了你的那个地图 你知道 真的 然后就临时更改路线 说我们在这边下车了 我们要转了 我们要去哪里了 干什么 好好玩喔 真的 那次有去了哪里 没有后来我们就去做轻轨啊 本来我们没打算的 OK 我们本来就是想说 在淡水老街那边 就去逛一逛啊 走一走啊 也许买一点零食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那时候 本来我们也想要不要去鱼人码头走一走 可是那天我又看天气不太好 所以后来 所以我们去做轻轨好了 后来我们就做轻轨 到了轻轨车上呢 也就看了地图上面写哪一站是什么 哪一站是什么 我就还跟他研究说 我们要不要这边下车 这边可以去哪里 那后来我们就 呃 换了一个公车 到了那个鱼人码头 哈哈哈 是 OK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所以其实那个上面有好多的地方 呃 我们还可以 不知道去多少次 对对 好好的去去 呃 寻 探蜜 这样子 对对对 光轻轨第一站他就有好多 好玩的店家 对啊 第二站 第三站都有好吃的 是是是 都可以慢慢的来 对 好吧你再要再讲一讲 就是说 呃 那如果说有的有的人你去访问他的时候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呃 有点勉强 那你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哎呀 有点懊恼说 啊我干嘛要接这个事情啊 什么 倒是没有 倒没有啊 OK 我觉得很多困难都是可以突破 比方说 呃 呃 里面有很多饼铺嘛 嗯哼 然后饼铺呢 就有 就是 有一些店家他是 根本就不理你的 嗯 我有把我的资料 就是留给他们 没有人要理你 嗯哼 对然后后来 我我 因为饼铺是在 当时的社会很重要的嘛 是 对就是 什么结婚啊 婚伤血庆 是在正餐以外的 另外一种 好吃的东西 嗯哼 那我想怎么办呢 那后来 哎刚好 真的就是和后华老师 是 对他就带我到了 我书上写的护卫饼铺 嗯哼 然后护卫饼铺 你就 发现说 哇 他们的东西 还真是走对了 嗯 跟其他 几家好吃的饼铺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们都是素食 嗯 对完完全全没有用到一块 呃 动物的东西 对对对 对然后 那个老板呢 哎又 人又很好 然后 就是非常非常nice 然后就 把他们 呃 店里面最有特色的 譬如说花粉酥 是 对然后摆出来 然后牛肝糖摆出来 嗯哼 那你吃完以后 你会觉得 哎 这个很清爽 然后 你可以知道他奋斗的历程 哦 原来他是 做面包起家 而且他才在老街 才 二十年而已 就已经很红了 是是是 对就觉得嗯 就是 只要 应该是讲就是说 会亮的水晶 怎么样都会亮 哈哈哈 对对 嗯哼 好那是不是也有过一些 那个呃 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你非常惊喜的这种 这种发现 有有有 太多了哈 有有 因为我知道 在山区里面 嗯 有一次那个 我曾经去吃过那个 阿山歌农场 嗯 因为在淡水也是很重要的 嗯哼 那个庄园里面就是 你要去订他的餐 是是是 然后他才会开 嗯 那我并不知道 那有一次就是我 我去那里铺个空 嘿嘿 门都没有关 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打电话 进去这里面 阿有人接手机 有人接他说 我们今天都没有在那里 因为没有人订餐 哦 所以 你就以为你失去他了 因为你如果要订餐 他也不可能为了一两个人 嗯哼 然后有一次就到 之间茶食器 嗯 去吃东西 没想到 之间茶食器 他们所用的也都是蔬食 嗯哼 然后呢 跟老板聊完天以后 老板竟然问我说 你要不要去我的农场看看 我说在哪里 他说阿三哥农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太好了 太好了 啊 于是我就跟着他去 然后那一天呢 刚好这个农场有一个小小音乐会 嗯 嗯 于是呢 我就 也约了那个小农优格 因为那是阿三哥的女儿 然后下一次呢 我就去访问了阿三哥农场的 嗯 主人阿三嫂 嗯 然后也就有那一段 等于是收付的那个师弟 是 我觉得 真的太 太让我振奋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 很好玩就是 那个 之间茶食器的 的老板呢 他在我参加那个农场音乐会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小娘姐你不要从平顶路进来 好 你现在从另外一个出口出去 嗯 他就会到富伟樱花大道 嗯 然后我出去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地方 嗯嗯嗯 叫做小农文创市集 OK 然后那边呢 就是 在六日集合所有的淡水的小小的那些庄园呢 他们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摊位 嗯 然后那一天只有一个 许太太在那边 嗯 我后来发现那许太太竟然是里长的太太 对 然后他在卖鸡蛋 然后他就说 来来来 我这里有我快乐鸡生的快乐蛋 OK 他说他们农场里面的鸡是没有再 关起来的 嗯 对 然后那个 嗯 嗯 他们有很多像那个菜脯啊 嗯 自己腌的 是是是 然后那个鸡当然就是不会打抗生素嘛 嗯嗯 然后还有很多 各个 茶呀 茶油 嗯嗯 对对对 就还蛮有 小小的规模 嗯嗯 对只有六日在那边 是 我发现这个好地方 是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是 因为呢本来现在就是变成说这个 呃 除了这个连锁的大 大大型的超商之外啊 嗯 非常有人情味的就是那种小农集结在一起的 对 我觉得淡水其实好像不止一个这种 呃小农的活动 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是卖蔬果的 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卖日常用品的 什么猪 如此类的 日常用品我倒不清楚 但是我也知道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屯山 嗯 屯山 中心啊 那边 在那个六块座渔港那里 哦 那那边呢他们有在做一个农场 等于是 福寿 捡福寿罗的活动 哦哦哦哦哦 或者是我们再往前 刚刚讲的那个小农文庄市集 他们其实有在带你进去农场去体验农庄生活 嗯 然后种菜的那个那种 呃一日游小体验 是 是呀 好的呃 关于这个小南方的新书啊 就是 呃清苗淡水这本书啊 呃我们下次还可以继续 呃请小小南再跟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说要怎么样用这本书 嗯 好不好 好 好 想要某种 别泄造乱 赵到某ツggak 知道爱 能支持 可是 有勇 � jean 有 这么真 陈 陈 欧 有 无 价 咳 替 发 呚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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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